观点 时事 教育 生活 财经 科技或流行 让我们分享不同的观点 拓展我们的眼界 将敬酒 杯莫停 陈夫子 烹茶煮酒 谈人生百态 看世事变化 各位德州中文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陈夫子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 友情与利益 我们经常听到有一句话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说 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名言的来源 其实是经常被人拿来为自己 不讲道理 唯利是图的行为辩护 这是我的观点 但这句话 实际上是来自英国十九世纪的政治家 巴尔麦尊勋确 在一次英国议会上的讲话的片段 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但英国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这些人的职责 就是为了国家谋求某些利益 这重点在于 我们这些人的职责 就是他们作为一种官员 和政府官员的职责 就是为国家谋求利益 他的这番话 其实就是要 议员们和政府官员们 隔禁指手 为国家谋求功利 但是到现在 很多人断章取义 反而成为了商业社会中 为自己唯利试图辩护的借口 甚至在一些朋友 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中 也出现这种情况 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利益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种现象 就是人跟女人之间的交往 如果没有利益交换 譬如说 我需要认识你 因为我需要你什么方面 对我的帮助 或者说我通过你可以达到 我某一种做事 或者说工作上 或者说他的生意上的利益 也许也在生活上 也有这种需要 我需要你帮我什么 他就跟你交往 如果一旦没有了 他就停止了 或者说跟你交往成为朋友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也就是说 有利益有用的时候 我跟你会交往 一旦你没有这个价值了 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时候 可能你的关系就终止了 平常一旦没有这种利益来往的话 这种友情就终止了 连电话也没一个也不会联络你 所以这是一种借口 我们觉得 假如以这种目的为交往的 那其实不是朋友 那只不过是一种熟人 认识的人而已 因为如果是朋友的话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 有没有需要帮忙 有没有需要利用 我只要认识你的 我会跟你在思想上 观念上 生活上 各种各样都会有交流 有交往 只要我认识你 我觉得你先可靠 只要交往 那他就会跟你交往 不一定说 你因为你要需要什么东西 我才跟你交往 当然 朋友之间 肯定是 有互相需要帮忙的时候 作为朋友 一旦你出现有些困难 或者需要帮忙的 他一定会 马上尽力地帮你解决问题 解决你的困扰 这就是友情 就算我们 很久没见面了 他也会有问候 有关注你 偶尔说 会问你一下 最近情况 怎么样 不一定说 我每天都看到你 要见面 才叫朋友 因为很多朋友 只不过是酒肉朋友 利益上的朋友来往 一旦没有了 就完了 我们也经常 看到除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以外 国家其实也是一样 国与国 也有这种现象 国家跟国家之间 的交流 交往 也会分 从朋友 跟敌人 我们以前经常听到的就是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要怎么区分 那我觉得 你当然要敌跟我 向了定义 其次 既然从自身角度区分 敌我 还需要给自己 确定一个标准 比如 你认为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说明你的考量 是以物质为前提的 比如 你认为四海之内 皆兄弟 那说明 你是以爱为前提的 如果信奉前者 那将是一个弱肉强势的世界 就是一个落后 就要挨打的世界 实际上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一个依据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 如果我们信奉后者 这将是一个充满关爱的世界 不分强弱的世界 是将人类看成一个共同体的世界 在前者 你只需要肌肉 够壮 够大块 后者呢 需要有共同价值 一个否定普世价值的人 本质上 他就否定人类具有共识的人 所以 当有人一面在仓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面你再强调 你落后要挨打 那这个人一定是 思想说有问题 我们知道 国家与国家 或者说一个 大的团体 大的团体之间的博弈 譬如说我们古代 很有名的三国演义 他们就是因为要博弈 要为自己 那个 疆土里面 他置下的地方 要争取利益 就好像下棋一样 他通过很多种方法 时而 跟这一方 是朋友 时而 会又变成敌人 那是一种利益上 他只考虑利益 那就是没有真正的朋友 他们 之间 只是为了利益而争夺 但是人跟人之间 如果你在商场上 你可以这样做 为了生意 怎么做得大 你可能会跟对方竞争 这是一种竞争的方法 但人跟人之间 个人之间 是没有 这种规则的 就是说你如果 是信奉利益的话 那其实就不是朋友 你信奉 大家都是四海之内 接兄弟 我可以容忍你 包容你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那 观念不一样 那就是说 我信奉的只是价值观 不是信奉的利益 因此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 永远朋友是有的 但是 应该来讲 不会太多 因为 人的天性 它可能就是为了利益 才跟你来往 一旦没有利益 它可能就会输原理 真正的友情 我们经常也听到说的是 友情不应远而输 就好像河水一样 河水不会因为 岩石石头的阻挡 不去 不留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不会因为 没有利益的关系 我们的友情就终止 这是不会的 因此 我相信 人跟人之间 友谊 永远的朋友 是有的 谢谢大家 我是陈父子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 友情与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